在美国买摩托车的保险很简单 很多大的保险公司 都有保这个车子跟摩托车的 你可以打话给你 如果你已经有开车的话 有车的车本身是有保险 你可以打话去跟你的保险公司问一下 如果你的保险公司也有附带做摩托车保险的话 你可以把它绑在一起 也可以省蛮多钱的 其实我自己也就是这样做 摩托车的保险的价钱可以上差很远的 不同的公司可以上差很远的 所以最好还是多问几家保险公司 你要买几个保险很简单 打电话还是上网到几次大公司里面去 你一定要把你的VIN number 那个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给他们 他们一看就知道你的车子的记录怎么样 原来他们就给你一个 这个Quote 就是给你一个价钱 然后你喜欢就可以跟他们买 有时候电话上面就可以买了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它里面有Deductible 跟你的全保半保 跟那个对方没有保险的保 跟车子源泉一样 你都可以买不同的阶段的保险 而且摩托车的保险是比你的汽车便宜蛮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摩托车车子比较小 在碰撞里面 他能够对对方做成的伤害 就比较小 所以为什么保费通常也比较便宜 差点比较小 别把汽车都比较小 和来 对不渐小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